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机的维修 那么上一堂我们讲到了这个主相机还有一个闪光灯 我们讲到这两个东西 其中呢我们谈到了这个闪光灯完全不工作啊 怎么样来维修 是吧 那么可能也有同学连这个相机的工作条件又差不多忘了啊 那么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 不照相怎么样来修是吧 但是相机的一些工作条件有哪一些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以这个主相机为例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主相机要工作的话 首先第一他需要有供电 就是给大家来回归一下 因为又又有几天了 又有几天可能有些同学没有接触这个东西了 给大家回归一下 所以第一个这几个供电 我们说这个91角 这个是1.8V的供电 啊这个15角呢这是什么2.8V的 那么这个27角呢有这个2.5V的这个供电 对吧 这是他这个供电 那么这是第一步 他这个供电就有这么三个 就有这么三个供电 对吧 然后再往下面来看 紧接着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相机的时钟 看一下这个时候第二步 我们U1啊 U1我们的这个主CPU要发一个相机的时钟信号过来 对吧 AN9要发一个这个相机的时钟信号过来 发给谁啊 发到我们的相机的接三座 说供电时钟 紧接着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供电到了 哇时钟到了啊 紧接着是什么东西 紧接着就是控制总线 也就是我们的IRC总线 这个控制总线你要正常 那么如果说控制总线有问题的话 一样的这个照相机是没有办法用的啊 照相机是没有办法用的 然后呢 紧接着往下面看 第四 所以前面几点我们就看到了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的供电 第二个呢 相机的时钟 第三个控制总线 这个是CPU要通过控制总线来发出什么 一些驱动程序啊 还有控制命令啊 是吧 然后第四是什么东西 各位 第四是不是我们相机的什么 开启信号 CPU这时候要发出一个相机的一个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 CPU的AP6脚发出来的啊 这个叫什么 就叫CAM0这个叫Shutdown是吧 关闭信号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相机上面呢 它是叫做什么叫Shutdown 就是关闭 那么在常态下呢 当它是高电频1的时候 是关闭的状态 当它是低电频0的时候 它是开启的啊 它是一种反向逻辑 是不是 这是一个开启 那么相机这个时候 它开启了之后呢 紧接着什么 怎么样子 这是我们有一个供电 它要产生啊 一个供电 就是 这是你把这个相机打开之后 这个供电才会有的 你不开这个供电是没有的啊 比如说相机开启后 我们要产生这个1.2伏 那么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LDO 是不是啊 PPV8 PPV8 经过这个LDO降压 产生了这个1.2伏 那么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怎么样 在维修的时候 都是怎么做啊 都是将它怎么样 A1A2 把它拆掉 是吧 A1A2 直接转接 什么样子 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问题 但是这个等级的这个 啊 它这个待机 待机的话 它会有一个功耗 是吧 比如说待机像 这个相机 它也会耗电 这样就是说怎么样的 不节能 虽然待机时间会变短 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去考虑这个用户的这个利益 是吧 收钱 是吧 最重要的先收钱 是吧 就这样 所以说很多人去把它转接 那么这个LDU要工作的话呢 它需要 有一个东西去开启它 需要谁开启它 需要我们的这个CPU 啊 需要CPU去开启它 也就是说我们打开相机的时候 CPU就会发出一个什么 A1一脚就会发出一个高电频 1.8伏的这样一个开启 开启信号 对吧 送到B一脚 送到B一脚之后 于是1.8伏的电压就可以过来送到我们的相机座子的2325脚 啊 这是第五步 好 有了前面的什么 啊 有了前面的这几个我们说叫工作条件 是不是这样子 哎 哪一样 这个第一个是供电 是吧 第一个供电 啊 第二个呢 时钟 时钟之后什么样子啊 控制总线 IRC总线 要发驱动程序的啊 要发驱动程序的 那么这个紧接着是什么样子 这个开启 相机的开启 是吧 相机一开是吧 这边他也要发一个开启信号 这边也要发一个1.2伏供电的开启 是不是啊 紧接着1.2伏的供电就产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相机就 总共有几路供电了 我们相机现在目前为止 总共有四路供电了 然后相机就进入工作状态 进入工作状态 在这个时候通过MIPI接口 传送图像数据 通过这边的 MIPI接口啊 我们说这个MIPI接口呢 它是用来传送这个图像数据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五代的这个MIPI里面呢 怎么样子啊 看一下还有几根线 MIPI MIPI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多少根线 是吧 最后第六步是通过传送图像嘛 是吧 通过MIPI传送图像数据 我们看一下有多少根线 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有Data0 你看一下Data0 这是第一对吧 第一对数据线 Data1 Data2 Data3 是不是啊 四对数据线 外加一对 什么线啊 时钟线这一对 看到没有 所以说第六步就是什么 就是相机 将图像数据通过MIPI接口 十根线啊 送到谁啊 送到CPU 是吧 然后CPU得到这些图像数据 然后又通过MIPI MIPI啊 我们这个MIPI接口 多少根线 十根 给谁呀各位 给到我们的 LCD屏 对不对 哎 我们的相机通过这十根线将图像数据 给到CPU CPU然后又通过MIPI 把这个图像数据给到我们的屏 是不是这样子 哎当我们确定这个照片要拍下来的时候 于是再给谁啊 CPU再把它存在哪里啊 我们的优势 存在 硬盘里面 是这样子 哎你说要拍照要确定是吧 咔嚓一下 就存在我们这个硬盘里面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主相机的这个 结构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副相机啊 副相机的我不知道大家下去也没有看电路图 副相机的我这里的以这个电路图为例啊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 副相机在哪里在我们的前相机座就是什么 J1座子 这个J1座子 我们看一下副相机就是这个J1座 叫什么CAM1 CAM1 啊 看一下 这个在电路图的这个五代电路图的11页 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这上面呢凡是写到了CAM1的 都表示跟我们相机有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这 CAM1 这什么 是不是时钟啊 哎时钟 是吧在这个电路图上面这个CAM0 CAM0 CAM0表示是 主相机 好那么CAM1呢 表示的是 副相机 好吧 这是他的一个一些这个特点 CAM0 CAM0表示副相机 这是他的这个名字上的一个区分 好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CAM1 我们呢 一个一个来看啊 一个一个来看 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在五代电路图的11页 如果你手上有图子 可以打开看啊 可以打开对照看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CAM0 我们看一下这叫叫什么 这种初时线都是表示什么 就是供电呢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 PP2V8 CAM1 这样的 前相机的供电 2.8V 这样的 然后PP1V8 CAM1 前相机的供电 1.8V 看到了吧 就是啊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两个初时线 是不是他的供电啊 我们看一下啊 下面的这两个线是不是 PP1V8 是吧 PP1V8过来 就是转换成什么 我们的PP1V8 CAM1 是吧 好在下面这个呢 PP350 P1OX 这是什么接近传感机的供电啊 这不跟相机没关系 所以说在这个副相机里面呢 咱们这个上面呢 只有两个供电 只有两个供电 一个是 2.8V 一个是 2.8V 一个是 1.8V 好吧 这个供电 就只有这两个 再也没有了 供电之后我们在看什么呢 我们在看 相机的 时钟 怎么样 CAM1的CLK 知道这是我们相机的 时钟 对吧 这是我们相机的时钟信号 相机的时钟信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供电 时钟之后 我们再看什么呢 你再看什么呢 控制总线 也就是说我们的 IRC总线看到没有 相机的 CAM1 IRC SCL 串行时钟 时钟之后 串行数据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对 CAM1 IRC SDA 那么这是什么东西 控制总线 通过这两个线来对相机啊 进行控制 还有什么 发出 这个驱动程序 我们的相机 这张头它是要驱动的啊 通过这两个线 发出这个驱动程序 还有控制命令 好 现在有了什么 第一个 有了什么 第一个有了供电 是吧 第二个呢 有了 时钟 第三个呢 控制总线 第四个是什么 各位看一下 第四个就是开启了 第四个就是开启了 也就是这里啊 看一下 我们的CAM1 Shutdown 看到没有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KM1 下的档这是什么 开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这上面写的是 第四就是开启 他们写的什么 KM1Shutdown -CON-L 表示什么 在 在低电频的时候这个L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L告诉我们什么 在低电频的时候 是吧 在低电频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关闭 关闭这个动作是吧 因为这里有个什么 下的档 发生关闭相机的这个动作 那反过来什么电瓶开启啊 当他是一的时候 是什么高电频的时候 开启前相机 各位 你没有注意到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后相机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啊 那我们的后置相机是怎么样的 我们后置相机是 低电瓶的时候开启 高电瓶的时候关闭 前相机是什么的 高电瓶的时候开启 低电瓶的时候关闭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什么 整个上面这个带L和不带L它的差异 在这个地方 啊 注意这种细节 这个地方还是带L的 而我们前相机他没有 我们前相机是什么 开门 开门一下的当 我们前要是开门 下的当 他没有写 杠要 没有写表什么 在高电瓶的时候发生下的当这件事情 下的当是没啥 关闭 高电瓶的时候关闭相机 低电瓶时候开启 是吧 如果我们后面写了L 在低电瓶的时候发生关闭 前相机这件事情 而在高电瓶的时候呢 还是开启的 好吧这就是一个字啊一个字 那么他的这个逻辑就变反了啊 好 这个都有了什么啊第1个我们说有了供电 是吧 第2个呢有了时钟 第3个 有了什么 控制总线 ARC 第4个有了什么 相机的开启 第5个干什么 传送数据 看一下 这个他仍然还是用的这个MIPI 看到没有 MIPI MIPI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前相机的像数 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他的线很少 他用不上那10根线了 他用什么 他用一对 时钟 加 一对 数据 4根线就搞定了 如果我们的主相机用了10根线 这里呢 只需要4根线 就可以搞定了 因为他的像数不高 所以说他的要的线是吧 是比较少的 好 这就是我们前相机的这个 工作原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差不多啊 差不多的嘛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还是那些东西 供电 时钟 控制总线 开启 然后对吧 数据线 是吧 那么这数据线的这 4根线 一根都不能断啊 只要一断 那这个屏幕上 是无法 显示到 这个什么 相机补货的图像的 没办法显示的 一片漆黑 好吗 那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前相机搞定了 后相机的 这都不是个事 是吧 这都不是个事 那么紧接着呢 大家看一下对相机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来讲一下 相机的维修 好吧 大家看一下也没什么问题 原理上面看也没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相机的维修了 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相机的常见的几种故障啊怎么样来修啊 那么来第1种故障 好第1种故障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的 相机打不开 这个相机打不开 是吧 是吧 那么相机打不开呢 他包含了 这个几种情况啊 比如说 这个 想相机这个菜单打不开 是吧 菜单打不开 你要去打开相机啊 他连那个什么 菜单都 都是都没有 都是一个灰色的 是吧 根本上就没这个东西 是吧 菜单打不开 还有什么呢 这个打开 一片黑色 啊 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些啊 那么在我们把它来归到这一类了啊 归到这一类 第1类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相机打不开 那么他里面包含的什么呢 这个菜单打不开 啊打开就怎么样的 一片漆黑 或者是怎么样的 打开就实际 我们把这个的归到一类 那么出现这种问题怎么样的修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可能就想到了什么呀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问题 首先我就干什么 是不是很多朋友 再说啊出现这种问题我就换什么 是不是先换个相机看一下知道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在想的 所以这种问题怎么搞 是吧 是吧 那么如果说你的相机打不开 打开就是死机或者打开就一片漆黑 出现这种问题怎么搞呢 我们先要做一件事情 你做什么事情呢 把 手电筒打开 哎 哎是吧 那么有同学就觉得奇怪了啊 我修个相机呀 把手电筒打开就是什么意思啊 啊 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几种情况啊出现几种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说不是说我去把那个 什么东西啊把那个相机先换掉啊 先去清洗坐着啊为什么不先干脆我先把手电筒打开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这时候呢他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是手电筒打不开 手电筒可以打开 哎 那么 手电筒打不开跟咱们照相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手电筒打不开跟咱们照相有什么关系的 好 那么 手电筒打不开啊咱们的先解决好 先解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修闪光灯电路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修闪光神像电路了 这个时候呢你把手电筒修好了那么 你的这个照相功能自然就好了 这是为什么 那么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有这个同学在这个 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啊在这个群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 闪光灯 功能会导致不能拍照 大家注意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地方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相机的这个 19角21角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个什么总线啊 是不是有一个IRC0总线啊大家看一下 IRC0总线 这根总线呢是我们的 这个CPU 去管理去控制 我们的照相机的 看没有如果这根总线有问题的话如果都出现了短路的问题 出现了或者是 一些其他的异常的情况那么导致怎么样的导致这个相机是打不开的导致我们的这个后相机是打不开的 所以你打开就黑了甚至连这个菜单都可能没有了 或者一打开就卡死了 这个总线就会导致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这相机的这个闪光灯会导致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 相机的闪光灯电路我们来看一下 在看之前呢我们记好这两个名字 叫什么 叫 CAMLIN IRC SDA CAMLIN IRC SCL 记好他看好 好我们到闪光灯电路来看一下 好这是一个闪光灯电路 闪光灯电路呢 他也需要一组总线控制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吧 这个总线是谁发出来的呢 看到没有 AH1脚 AR6脚 CAMLIN IRC SDA CAMLIN IRC SCL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同样一组总线啊 也就是说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总线呢 他除了到达闪光灯电路 他到了什么地方 他到了我们的 主相机哦 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地方呢 简单的再画一下 我们这个闪光灯电路呢 他除了到 除了到我们的CIRC 你看看这 AH1 AR6 CPU看到没有 我们再切到这里来看 你看这 AH1 AR6 是不是像这样 经过FL29 FL31 到哪里啊 到我们J3 桌子的 19脚 21脚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往后面来看 他还到这个地方 看到了 哎 他到我们这个前项去做 当然他不是直达 他中间呢 他还有两个电感 是吧 你看看这 经过FL29 FL31 到达 19 21脚 19 21脚 他到了这个什么 19脚 21脚 到这个J3 桌子的 1921脚 中间呢 经过了 两个电感 你看看 经过哪里啊 FL29 FL31 对不对 再过来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经过FL29 FL31 到了前项去做 也就是说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来看 假设我们的U17 这个散光灯IC 损坏 这散光灯IC 比如说 SCL 这个里面怎么样的 他短路了 短路了 我这时候CPU 我要打开相机 这样子 CPU要通过这根线 像相机去 像相机发生什么 发生控制命令 什么样子 然后 来看看 这个地方结果怎么样 这个地方结果短路了 这个地方结果短路了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个控制命令 还能够发向CPU吗 还过得来吗 还能发现我们的这个前相机吗 他是过不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 你要打开相机 你要把这个控制命令 你要传送给 前相机 传送给这个 后相机 我看错了 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样做是我们的主相机做 我们的主相机做 你要把这个控制命令 你要传送给我们这个主相机 也就是我们的后相机做 那么 如果 你这个IRC总线你必须要正常 换个换换换句话来说 你必须要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短路了 你得要把这个地方短路点你得怎么样的你得排除 排除了之后我这个信号才可以送给 我的这个控制命令才可以送到主相机 我的驱动这个程序才能够送到这个主相机才能够把这个主相机打开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说很多人就说 我把 把u17怎么样的 奇怪真奇怪 把u17一拔掉 就可以照相了 为什么 因为 你解决了短路的问题 这边不会短路了 所以我的这个 控制命令 驱动程序可以顺利的送到我们的主相机 知道没有就是这个道理 哦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刚开始为什么说你要这个先去看一下手电筒打不开啊是吧 因为你的手电筒要打开的话 你要打开手电筒那么你cpu u1要不要通过这两个线去驱动我们的 u17啊 去驱动这个闪光带一下 肯定也是需要的嘛是吧 如果说这两个线有问题的话 这里都短路了那你手电筒能打开吗 你手电筒是打不开的 怎么样 手电筒是打不开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手电筒打不开证明什么 证明闪光灯电路正好有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么 这个总线是不是也正常了这个总线也正常那么你就能够拍照了 明白了吧各位 好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用的一个什么功能法 测试功能 判断这个总线 因为这个总线呢 他第1个来这个总线的他是给我们的这个主相机呀给我们主相机共用的 是吧 闪光灯ic 他都在用到这个主线 这个总线只要有问题那么必然会导致这两个元件 全都会异常 好吧 这个道理你要知道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 闪光灯ic有问题会导致这个总线会被占用 这个总线被占用 以至于我们的驱动相机的驱动程序还有控制命令 无法传递给相机 导致的最终的表现是什么呀 相机打不开 是吧 相机打不开 是吧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闪光灯打不开呢 很多人却会忽视他 因为手电筒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用 闪光灯的 确实 很多人 叫什么 在生活当中 你不开的一个功能了 这个相机是这样子 你不开的一个功能了 闪光灯可能说是 在漆黑的夜晚用一用 白天根本上想都想不到他的存在 什么样子 所以这一点啊这个思维你要有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电路上面来 看一下 好 当我们的这个手电筒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就要修闪光灯电路 知道吗 闪光灯电路 修好之后 怎么样子 就解决了吗 怎么样修啊 怎么样修啊 闪光灯电路怎么修啊 说我们昨天我们上节课是不是讲过了 哎不闪光 闪光灯完全不工作怎么样修第1步第2步第3步 所以这样子啊 哎我们上次是讲过的三节课我们是讲过的 所以说 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来修什么 查U7以及他的什么 工作条件 好这是一个 那么 我们再看一下 手电筒可以打开 手电筒可以打开 证明什么 Irc总线 他是没有被占用的啊 这一块是没有占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来搞呢 手电筒可以打开我们紧接着要怎么样来修呢 各位 这个时候呢很多同学可能就在说了 换个相机啊 是吧 座子清洗一下 看看呢 是吧 可能可能 这样想 不错 你的想法也是对的 是吧 但是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 我还可以这个动作 叫什么呢 还原所有设置 那么 我做这个动作 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起到什么作用呢 做这个动作是为了 分辨 是前相机问题还是后相机问题 是吧 是吧 我们以此来判断呢 是前相机问题还是后相机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各位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啊 相机一般打开默认的都是什么 默认的 默认的都是这个后置相机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怎么样的呃前相机正好是坏了 是啊 前相机坏了如果你这 你最后怎么样的前相机大概一打开一坏了一卡死了是不是下次你开每次都是前相机啊 他每次是前相机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怎么样的 默认的 默认是什么是开 后相机 是吧 那么比如说我上次怎么样的我开的什么我上次我我打开 我打开我这个怎么样打开前相机就怎么样的就死机了 打开我们的前相机 他怎么样的相机卡死 是吧我上次打开我们的前相机相机卡死 好了我把相机关掉我下次再打开的时候他默认的是什么相机啊 是不是还是前相机啊 是吧比如说我上次是用前相机来做了 自拍的 是吧能用这个前相机自拍的 然后怎么样子 呃然后呢 我下次再打开相机的时候他是哪一个 然后我没有退出啊我我就上次前相机 是不是 后面我下次再开相机他默认的是哪个相机 是不是还是前相机啊 是吧 还是前相机 那么假如说这个用户了他的前相机正好有问题 打开前相机相机就卡死 所以说怎么样子 他每次开相机 相机就卡死 他有没有机会切换到后相机啊 他还能不能切换呢 这个是怎么样的 他不能再切换到后相机了 他无法可以说他怎么样的 无法再切换到后相机 哦那么这样一个机制 他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客户只告诉你怎么样的 现在是前前后后都没法照 因为他就卡死了 这样的前前后都没法照 总体表现的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不照相 对吧 总体表现就是不照相 好 那么不照相的话 那么我的客户说呢 师傅我这个手机不照相给我修一下 那你拿到手了 你总的要分辨一下是前相机坏还是后相机坏啊 对啊 哎也许是怎么样的有一种情况是他前相机坏了他相机卡死了 那你怎么样去证明他呢 是吧 于是我们就要干什么还原所有设置 注意还原所有设置不是抹掉所有设置 抹掉的话你就死定了抹掉的话吗 人家找你了是什么 找你麻烦了知道吧 你把人家通信录什么 照片什么这聊天记录全搞没了 是还原所有设置他不会丢数据的 怎么样他只会丢一个什么东西数据就是 wifi的密码知道吧你下次再重新连wifi的重新是重新登录一下连一下帐号就行了 他这个不会丢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原所有设置还原所有设置之后 你再开相机 他是不是就变成什么出厂设置了这样子你再开相机默认的是哪一个了 是不是变成默认的什么 是吧 后相机了 默认开 后相机了 是吧这个是默认开后相机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的还原所有设置 这个都可以拍照了相机一下子打开了 说明什么 后相机是好的 问题在前相机 如果你还原所有设置了 你打开还是死 那问题就是在后相机 因为默认的开了后相机 那说明问题还在后相机 那么呀 如果你还原所有设置可以拍照了 那说明是在前一相机各位 明不明白这个思维 明不明白 是吧这个思维明白吧 啊 明白的话啊我们再往下面来看 我们再往下面来看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两种情况 一个是啊这个可以照相 相机可以用了啊 这个可以照相了 那么呢还是一个还有一个呢 还是不能照相 是吧 如果说这个时候可以照相了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查什么 我们查 前相机电路 是吧 那么如果说 还是不能照相呢 我们查 后相机电路 是吧 好 如果说这点啊我们看一下 现在已经确定什么样子啊 已经能够分辨出是前相机电路还是后相机的电路问题了 这样子 故障范围我们缩小了一半 是吧 如果说是前相机的问题你去修后相机你这不是来源北则故障越搞越大吗 是不是 哎如果说是后相机问题你去修前相机那你不这不是 主板都给修烂了是这样的 修不出来了 好吧 好 到后面了 这个思路都是一样的啊 后面怎么样搞 既然确定了前后相机是不是 那我们等下 清洗坐纸换相机测试 是不是 这是第1个 我们要做的 是吧 然后 不行的话 查相机的各路供电 好 好第3个 查相机的 时钟信号 不就是供电时钟吗 对不对 第4个 查什么 查相机的 控制总线 你 查怎么查 对地 组织 以及 电压 我们做IRC总线上面 两个上面应该有什么 1.8伏电压 对不对 IRC总线 好 这些都查了 还是一片黑怎么搞呢 怎么搞 这个时候我们查相机的 MIP 当然了 我们前面可以怎么样 先查他的什么 开启信号 对吧 我们可以这个按什么 按照这个流程来 第5查我们相机的开启信号 查相机的 MIP接口 MIP接口 图像 数据接口 怎么样查呀 打对地组织 我们就把这些动作 我们把这些动作做了 清洗桌子 换相机 测试 那么在清洗桌子的时候呢 我们 还是有一个细节的动作 我们要做一下 那 我们在这个显微镜像怎么样的 观察坐着的 状况 好吧 那什么状态呀 是不是正常的 颜色这么正常啊 也没有发黑氧化变形 对吧 这个东西你要去看一下的 吧 然后 基本上就是这些 哇 那有些东西说 我这些全都正常的怎么搞啊 对吧 全都正常怎么搞啊 各位 全都正常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了 这样子 你说我该查的 我把这些什么该查的地方我全查了 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地方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样子 死马当活马一刷机在说啊 刷机 刷机 刷机是为了排除这个软件的问题啊 刷机完毕还是不行的话 那就是什么刷机好了 那就是系统的问题 刷机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告诉你吧 CPU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吧 CPU这个 MIPI接口 是有问题的 好吧 这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照相机打不开不照相啊 你就按照这种思路来修 好吧 就按照这种思路来修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疑问 没有疑问我们这个休息10分钟啊 休息10分钟好吧 好那么我们开始了我们开始了 那么看一下 这个 刚才的这个流程没什么问题啊 注意就是怎么样的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越是这个新的机子啊 你在刷机的时候你不要单版刷机 你刷就是要一定要把这个 相机把它扣起来 把这个显示屏也要扣起来啊 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有同学在说这个 怎么他这个屏幕装上去就是个虫影 啊这个苹果有好几个苹果 这字也是虫影是吧 你堆堆起来是吧 那么有些人他说这个拍 怎么装上这个摄像头拍出来这个什么是怪怪的是吧 不正常 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种问题主要在于什么呢 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你 刷机的时候你没有扣相机 怎么样你把这个相机扣上了再刷 他就好了 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因为你没有 扣相机去刷机的话那么 我们在这个什么在往硬盘里面再灌这个 操作系统的时候 他没有侦测到你的这个相机 或者没有侦测到显示屏 他这个就没有加在这个对应的这个 驱动把它放到硬盘的这个系统的 区域里面 好到导致最后你把这个相机一装就重影 拍出来一开机几个苹果 这也是重影 然后或者怎么样再拍出来图像也是个怪的相机是吧 这种情况你就要注意了有时候刷下机他会有这个 他就怎么样的正常了是吧 刷下机正常了好吧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刷机刷机的时候呢我们在刷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cpu啊他要去检测相机的cpu要通过 这个cam0 irc总线他要去检测这个相机了 如果说你不扣相机他就没检测没检测就不加驱动不加驱动那你 等因为你这个进系统之后你再 你全部都刷机刷完了你再去扣相机他就出现一些异常 特别是现在新的一些记者像5s以后的这些记者 就是我喜欢出现这种问题像以前那些记者你扣不扣屏刷不刷机扣不扣屏刷就无所谓了 但是5s后的这些记者你 你不扣屏刷机他就显示就是个怪很怪的 还会有一些 虫名啊 你再跑出几个苹果出来呀是吧我们都知道开机肯定只有一个苹果是吧他跑出几个出来是吧 那种这就是这种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什么 在于你没有把这些东西扣上去刷机 你扣上去刷机他就把驱动加上驱动打上那么他显示就是正常的 那你以后 你说那你以后随便换屏 都可以了知道没有所以 一定要把这个屏带上或者是把相机带上来去刷机 避免出现这种奇形怪状的问题啊 嗯 这是一个相机打不开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拍照照相的时候怎么样 照相是花的 是吧 照相是花屏呢 照着这个图像乱七八糟 好 好照相花屏这种问题怎么样来修 照相花屏一样的啊你首先要搞清楚他怎么样的 他是前相机花还是后相机花是吧他万一他切换到前相机 是前相机花是这样的 你要你要判断 判断好他是这个 前相机花还是后相机花 而且这个时候呢 你根本你就看不到这个操作菜单了是吧他反正是一个花的 你啥都看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在这个右上角你去点一下切换一下 是吧 虽然说整个是花的你切换一般来说都还是可以切换的是吧 那么如果说你实在是判断不了的话你可以怎么样的 还原所有设置是什么样子啊你可以呢还是跟我们现在一样 跟前面一样的你可以把它还原一下我要判断是前相机花还是后相机花吗是吧你说我把它还原一下还原所有设置是不会丢用户数据的你尽管放心好吧 好所以说呢 还原所有设置之后怎么样再不花了 那么还是花 不花了还原所有设置之后还是花那就是你怎么搞啊 他不花了你怎么搞啊 不花了是不是前相机啊 你还原下不花是吧 切换到前相机测试 这个如果说他你说他彻底的他真的前后的不花了那就不用修了嘛是吧那就好了嘛是不是啊 呵呵 对不对 那就好了嘛 如果说还是花屏啊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啊 是我们的前相机是我们的后相机是这样子 后相机 那么我们切换到前相机测试来这个是出现什么 仍然还是花屏 是这样子啊 这个是我们要跟什么 查前相机电路是这样子 他前相机电路吗 那么我们还原所有之后说是之后还是花屏就是很显然的我们要查什么 我们要查后相机电路 好 好 于是 下一步怎么样搞 下一步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了啊 那么呢 我们这花屏也没有可能是相机本身的问题啊有没有可能是坐着的问题啊 当然是有可能是吧一切就有可能的是吧 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呢 清洗坐着 换相机测试什么样子 好这个时候后面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前相机的你就换前前相机后相机呢你就换后相机是吧不管怎么样我们清洗坐着 那么的换相机测试 清洗 清洗坐着 换相机测试 是前相机 所以你觉得你把你前面排查是前相机电路你就不怎么样的清洗我们前相机电路的座子上前相机的座子 换一个前相机 如果说 你判断的是什么样子啊是后相机那你怎么 清洗后置相机的座子换后相机测试对 所以这个注意我们在显微镜下仍然是要去观察 坐着的 状态 在显微镜下观察坐着的状态 好 那么 我说把这个做了算 哎好了 是吧 OK了 OK了 那么就怎么样的 故障是不是排除了 哎那OK了那肯定就故障怎么样的 故障就排除了 是吧 你不用说是吧 OK OK 都可以怎么样的排除了是吧 那么到其实到这一步其实很多也就排除了 好多都是相机的问题或者是坐着的问题好吧 如果说我们再往下面看如果你说我这也搞了还是不行这这下怎么办呢这些怎么搞啊是这样的 哎这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些动作了 那做一些什么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下来我们测一下相机的供电是否准确 测试一下相机的各路供电是否准确我们先测一下 是吧比如说1.8伏你测到只有1.6伏 2.8伏你测到只有2.5伏这就是不对的 因为他电压不够所以他带不动相机带不动相机于是就花了 是吧 是这样子的 好 在测什么呢 在重点是什么在重点测 这是重点我们重点要做什么就是测量这个相机mipi 图像数据接口的对立组织 绝大部分根据我们来说绝大部分出现花屏的都是出在这个地方 啊也就是怎么样在这个mipi的10根线上面 出了问题比如说某一个电感的状态有问题 比如说某个电感 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打个比喻啊我们就说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时钟线是吧这个时钟线mipi这个时钟 我们曾经也发生过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时钟线上面的这个电感怎么样子的 他断了他自己断了 数据线这些都通的这些都是通的这些都是ok的 这就是ok的就使用这个电感怎么样子看到没有 14相通这样的23相通他怎么样子他断了一根 就只有半根时钟线这个就出现一个什么 整个屏都是花的相机打开整个屏全花掉了 是吧 最后咱们怎么样的就直接测这个数据线就发现什么哎 这个线断了 是吧我怎么样测啊我打对的组织mipi对组织比如说每根线都是500 500 是吧比如说是501 比如说是499这是不是都正常的正常啊我测这里是502这里测什么 无穷的 是吧无穷的表上会显示什么ol 或者是显示什么 也是一 这表什么 无穷的 对吧是不是断线了 断线了吗 断线 那么 我在这个地方测是ol 是无穷的在这个地方测到的是502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再测一次知道吗在这个电感的这边我再测一次哎在这里测到的我是500 在这里测到的是502OK CPU是不是 我们都在这边啊我说这个地方写错了 所以吗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测到的是 502在这里测到的是 502好然后在这里测到的是什么 显示的ol 是无穷大在这里测到的又是502 是吧很显然是这个电感怎么样的啊断了 那怎么解决啊 可不可以飞线解决啊可以当然可以把一和四等的连起来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花了 图片就不花了是吧 那么还有一些怎么样子他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地方呢是500 是吧我们说在在在在在在桌子上测啊这里是500 好在这里测的是显示ol 就是开路了无穷大表动的不动一下就是ol嘛是吧好 然后过来之后 然后过来之后怎么样子我在这边测 我在这个地方测啊我在这个电感的这个地方测 还是ol 这个地方测是500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cpu的问题 cpu的au190 虚焊了 这种情况下你要把这个相机修好你只有一个办法重做cpu 别无他法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 只有重做cpu 是吧cpu虚焊了 那么 绝大部分就我们的经验来看的cpu其实出问题的 没那么多啊 绝大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电感 有些人扣个排线把这个电感都扣掉 扣个排线 怎么扣也扣不到位是吧怎么可以扣也扣不到位也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多扣几次要么把排线坐子扣烂 要么就是把这种小家伙扣不见了扣飞了 是吧然后一看不能照相了 或者是照出来是个花的 好吧 所以说我们的重点呢 花瓶的这个重点 主要是在于几个方面第1个是这个 照相花瓶主要是在什么呢第1个字 这个桌子本身 桌子他可能是 接触不好了 是吧 桌子接触不好了这些数据线就是虚的知道没有 然后怎么样子 呃相机本身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什么供电电压不足 电压电压不足什么情况会发生电压不足呢 比如说这个PPV8 到这边 PV8这边呢只有1.6伏了 这边有1.8伏 这里都有1.8伏 这边就变成1.6伏 那很显然怎么样子 电杆坏了电杆有组织了 把电杆一短接 1.6伏变成1.8伏 他不花了 那就好了 好吧 这就是 通常 绝大部分出现这种花瓶的 基本上就是在这里 当然 我们有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呢 软件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一点点这种问题是吧但是很少见 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在这几类 就是在这几个上面 那如果说你一定说还要往下面来看的话 那么有时候刷一下机他就不花了这种也有啊 是啊 刷个机器不花 这我们也是遇到过的 就是说 怎么修也修不好吧 这全部都排除了是吧 他都花 刷个机器就不花了 是吧 包裹好像怎么样 我们相级的这个时钟信号相级的这个主时钟 这个信号他不正常 包括我们FL28 这个他他组织变大了 这样子 这个信号时钟信号不正常 他有时候他也会导致花 是吧 好 所以说到这个下面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一定还要往下面研究 其实基本上就到上面了 所以一定要往上面再排除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尝试什么样子 刷机就看看了 当然在刷机之前我们测一下这个时钟啊 测 当然这个时钟信号呢是最好是用试波器来测好吧 望远表只能大致的测有一个电样不是特别准 好 再不行的话 我们就要刷机了 是吧 有时候刷机刷一下就好 这是这我们都是碰到过的啊这种我们都是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真正到刷机这一步的基本上你很难遇到 刷机就是我要排除软件的问题啊 注意 咱们刷机还是一样的把摄像都扣上了说啊养成一个习惯 虽然说某些机子可以不扣 包括五代这个机子你有时候 你扣不扣无所谓 那么你对后面的机子你最好是把它 扣上了再说 刷机 是吧 那么刷机了之后 还是不行是吧该查的也都查了该搞的都搞了 是吧 还是不行 这个是基本上可以说是cpu的问题了 cpu的mipi接口有问题 什么呀 这是相机画屏 他的这个维修思路 主要是这样子来 好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再讨论一下叫什么呢 叫做拍照模糊 照相模糊 照的这个怎么样子他就是怎么样子他怎么照他也不清晰 他总是不清晰啊总是一看就差很多 是吧 人家照的这个清清楚楚他照的就是模模糊糊的 那么出现这种问题呢 我们呢怎么样子我们要先排除什么呢 排除相机 对吧 我们先排除相机啊我们首先怎么样子要换相机测试 换对应的 相机测试啊 那相机还不行的这种出现在哪里呢 通常都是出现在 后相机 后相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查什么呢 这个时候通常是怎么样子 如果说还是 还是模糊 还是模糊 换来相机测试啊还是模糊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要查 相机的 聚焦电压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问题都是相机不能聚焦 比如说人的眼睛是闪焦了是不是啊对不上来了 怎么对也对不上来这种你肯定要么就是近视要么就是老花了 你肌肉已经无法再调了 不管你是眯成什么形状 都不行了 是吧这个你就要借助眼睛来调焦距 是吧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么 相机这个东西你不能给他戴个眼睛啊是不是 他怎么样子啊 他的焦距他是可以调的 他是通过电调的 他里面有相当于有个什么 前后移动的一个小电机他在调什么 调他的焦距 那么既然这个 前后移动的这个电机调焦距那么 他就需要电 知道没有 好 那么这个电压是哪个电压呢是这个电压来看一下我在讲课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PP2V5CAM-AF这个AF就是聚焦的意思 这个电压没有你拍出来的照片永远都是模糊的 他不会导致不照相 他只会导致无法聚焦 照相模糊 好吧 好所以说的 长相机的聚焦电压 PP2V5CAM-AF 这个聚焦电压呢 只有 后相机 前相机是 不存在的 这种故障呢 也基本上 非常广泛的出现在 后相机上面 好吧聚焦电压 好那么这个聚焦电压没有的话咱们怎么修啊怎么怎么修 首先比如说咱们在这个 c c28 c28这个上面我们来测 是吧或者是在什么 c391上面来测是吧当然这个你必须要把主相机打开这个电压才出来啊 你把这个主相机要打开 然后怎么样 在这上面来测的时候呢怎么样子 你在这里测 你在这里测比如说在这里是没有2.5V吧是吧然后你在这边要不要你在这边再测一下知道没有 在这边你也测一下在电感这边测一下如果说 如果说这边怎么样子 这边这边这边有2.5V 这边没有2.5V这边没有2.5V这边是0V然后这边有2.5V谁的问题啊 电感啊 这个电感你可以短节 短节 短节就短节呗是吧 有的同学说短节那为什么工厂不短节对 工厂当然是不能短节是吧因为这个短节有什么后遗症呢 短节之后会增加拍摄图像上的什么 噪点 噪点 当然 我们老百姓绝大部分都不是火眼惊心是吧看不到这种噪点是吧基本上也就忽略不计 那么这个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这个电感你这边有2.5V这边没有 基本上就是他断了嘛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怎么样在我们可以怎么样子 测27角的 对地组织出来的对地组织 是吧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我们正常这个地方是 我打个比比啊比如说是400 对吧那你测试的是什么是0 是0欧那怎么 所以有可能是c391 击穿也有可能是吗c348击穿对不对 所以说因为他这个他不到其他的地方什么你如果你测试这是0欧那么怎么样咱们要把这个c391拆掉 c28再测一下哎还是0我把它拆掉 好了那就好了对吧然后再再把这下 再换一个电容这还有两个吗你换一个这种大电容算就可以了怎么样呢换一个大的啊 换一个大的至少要保留一个是吧 就是有短路的情况下你说咱们把这个c28拆了短路还是短路c391拆了还是短路 那么只剩下一个东西了 是不是电源a就坏了什么电源a就坏了不是这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怎么样的测对立组织测到这个地方怎么样的 正常是400 我测到这个地方测到是怎么样 测到的是我表上显示ol就是嘛一动不动或者表上显示1表动都不动一下表明什么是不是有断线呢 哎这个时候你测到的是ol或者1怎么样说明这个 我们万一表的电流流不到这个ic里面去所以说他不显示 所以这种情况下主要是谁呀 l29虚焊对不对 如果说你再测一下 l29怎么样的他又是ok的你在这边测 他又是ok的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你测在测一下对立组织 还是怎么样显示ol 那什么问题啊 说明这一点到电源a之间 断线了也有可能是p9脚 虚焊了 是不是 啊基本上到这里了啊这个讨论某一个节点没定呀咱们已经说了这个什么 千百回了是吧这个耳朵都说起简出来了是吧这种基本的思维你还是应该有了啊说了这么久了 好那么照相呢主要的目前来说呢也就是这么几种问题好吧 那么这个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这个补充的咱们到时候再说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曾经出现过一种问题叫什么呢叫 他能摄像他不能拍照 拍了照也不能存下来是吧 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我们主要是遇到的是在什么地方呢 遇到的是在I2C总线 I2C总线这两个电感啊FL31FL29 他曾经出现过啊我们在有些机器上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 FL31啊FL29啊 是吧 他怎么样的他断了 他有一个断了这两个有一个断了他就出现就是怎么样的他可以摄像 摄像是是都都正常的你看但是你拍照就拍不了 拍照也拍不了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I2C总线是什么 是控制总线 所以按照 那么他有有问题那你肯定拍照拍不了了 那摄像又可以 是吧 这种问题都是很奇怪的 好吧 所以这种呢这种总线上的问题有时候是是比较奇怪的啊 出现一些奇形怪章的问题 常见的这个问题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常见的问题 关于拍照 无外汇也就是这些 是吧 大家看一下还没什么问题 什么呢如果说在拍照上面呢 有一些新的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后面的啊 高级阶段 在这个我们讲6代6s的时候是吧我们再给大家再去补充 作为5代的照相呢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的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多了 好吧 大家看一下也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你可以提出来 咱们这个5代的课呢就其实也都差不多啊要讲完了是吧 那如果你真正的能够融汇贯通的话呢 那你这个水平已经 还是比较高了啊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电路上面的很多他已经跟这个6代啊 已经差不多是差不多的了啊跟5s差不多了 咱们把5代讲完之后呢就进入啊这个什么我们说高级课程知道然后就要讲什么 就要讲6代6s了是吧但是咱们的速度会快 不会像这样子再慢了是吧因为大部分都差不多嘛 因为速度会快 啊 主要是带着大家分析一下然后常见故障的一些 维修的思路 再给大家提升加强一下 主要是这样子 那么5代咱们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没讲呢还有一些什么这个 传感器 啊 还有几个传感器 还有一些小电路是吧像什么震动电路啊 啊这个 菜单键电路啊音量加减键电路啊是吧咱们还有一些这些小电路没有讲 咱们把这小电路讲完呢就要结束了是吧你就很快了啊大概差不多也就是这一两个礼拜咱们五代这个中级阶段的这个课 啊也就要 高与段落了是吧 那那么本周呢 本周呢就是说我们明天啊因为我们明天这边 还有事 那么这个 这一周的课呢只安排 只安排在 礼拜五晚上了啊明天晚上没有课了明天晚上不讲课是吧 这周课只安排在礼拜五晚上 大家下去之后来把这个相机啊好好的理解一下好吧 那个图上去翻一下副相机 你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你把副相机的电路按照我这样你能够把它画出来那你说明是ok的你这个看图的能力是ok的好吧 我再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的课你不是在这里面明天还要看什么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今天的课我们当天的课不是第二天传了我们要 隔一段时间传的啊 不是说马上就传 我们很可能这个礼拜讲的课下个礼拜再传的吧 那么你在听课的时候最好是投入状态 把那个什么手机啊 啊 该改成飞行模式就把它改成飞行模式避免一切的骚扰是吧 拍照这一块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没什么太多东西 那么 大家 那么大家 一定要 一定要 怎么说一定要下去 好好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是不是啊你一定要去翻啊 那么没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 现在就结束了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讲一下这个传感器啊传感器主要是哪一些 主要是什么陀螺仪啊加速器啊 传感器啊传感器讲完之后我们就是 啊各种按键电路啊震动器电路啊讲了之后我们就 告一段落了 是吧 那么大家就需要在实践当中再去提升一下 啊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呢 五代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稍微停顿一下然后怎么样在我们就 准备讲这个6代6s啊6代6s我们会一起讲 会一起讲 那么6代6s他的这个差异跟五代还是有一些的 还是有一些的 所以大家有时候到时候呢还是要去 啊学学习一下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些同学你报的是一个 初级班的一个什么 一个初中级阶段的一个课程是吧 那么你到时候要考虑 要深度学习的话那你要联系 去续一下费好吧 那么我们的课程呢是 目前为止 所有的网络教育里面是最详细的啊再没有比我们更详细的了是吧其他的都很多都不成体系 是吧那我们的已经是最详细了啊已经没有最详细的 那么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资源 好吧不要把它当当成一个花钱买来的录像再看知道怎么样 一定要投入进去 然后 在实践当中你去用上来要翻图子 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做还是可以的 而我们这里的新同学呢 有新入入学的同学啊跟上网络班的你这个呢因为来的稍微有点往对起 那么呢你这个就要好好的从初级的第一课往后面看一步一步的看我每一刻 把这个圆基建的特性讲的是非常非常的详细了 然后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在这个网络班的这个 里面把它提出来我相信呢你的这个师兄 是吧师兄们会跟你回答老师看到了你会回来这么多人帮助你那样你又学不好是吧 那么当然你有时间的话欢迎你来万通的实地来参观 学习一下啊好那就这样今天的课到这里了 下课